附近住戶講到老鄰居幾乎氣到瘋掉 因為他們的家長這樣 兩層樓途天措打開大門 這個空間被垃圾回收戶塞爆 瞞到天花板 只剩門口一小角能占人 這親戚隊來在染的時候 在牆牽的時候 那附近就一直走 全部啦 十幾年 原來這間屋子是一位 七十多歲的王先生成租 十幾年時間屋子漸漸被垃圾堆滿 根本沒辦法助人 王先生寧願睡在公車亭 路邊機車上也不願意回家 都會有蟲跑過來 所以儘量門我們都會關著 而且它裡面都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都很擔心說 如果我在幹嘛的 會影響到這邊 地點在台中壇子 住戶透露王姓租客四處撿回收 由之前的東西就賣掉 剩下的堆在屋子裡越堆越多 雖然帶來髒亂 但租金都有繳 屋主也高齡九十四歲 根本管不動十幾年來拿他沒轍 他們好所以就是不想讓 這個王先生回到他們處女裡面 他們這樣就出手快去寄 他也快去寄 終於屋主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鐵了心要跟租客解約 門鎖都換了 週六開始清潔單位 會把垃圾移除 到時候米奇妙妙屋 將變米奇不妙屋 鄰居們忍耐了這麼久 終於能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記者聯名領捷 台中報導